这个时间其实没有转 生意再难做还是有电柱要付 有员工要顾 小吃摊内用全收 配合三级警戒全面外带 但有专家抛出观察期调降至2.5级 适度放宽照顾数名经济 这个没有办法啦 适度开放 那万一如果 其实我们自己很担心啊 如果说今天有客人来吃 他是有确诊的 我不完蛋了 你懂吗 等于我就不用玩了 又不做生意又不行 如果政府觉得说可以开放 那我们也会开放 有个地方吃 然后吃完了我们就赶快消毒 不然怎么办 大碳生意真的差很多 但真要全开也有顾虑 全民维持高压三级警戒一个月 突然放松 恐怕让疫情爆发反弹 吃哦 我觉得真的也是不要 其实尽量也不要内用 真的那种密闭式的空间 我们真的也蛮怕的 我觉得慢慢的慢慢的 然后再去做调整 从中找寻一个平衡 而不要说一下子你就说二级 就又突然出现了很大的破口 哇那不是都白费了 然后又要再绑更紧 那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会说不了 小吃店我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开放措施 一定要有社交距离 西方国家对于解封之后 对于戴口罩社交距离 通常会放松 我们观察到台湾人民的口罩 公卫专家认为医护70%以上打过疫苗 逐步往下开放至年长者 社区风险渐渐降低 即使人流增加 还是能阻挡小群聚 每日确诊案例降到10例以下 才需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算没有疫苗 再给我们一两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过 台北要清零是做得到 确诊数趋缓 不代表解除危机 628倒数规划配套拼降级 关键两周 还得靠全民一起努力 三连新闻李文珊参加 宣特别报道